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与川普的这次会面将会是整个峰会的焦点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会谈之前 中共当局就向外界展示了一种格外强硬的态度 并借助国际媒体发起了一阵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 甚至有一种习近平在会谈之前 已经给川普下了最后通牒的意思 而且有媒体报道说 川普已经承诺休战半年 这些报道无疑增加了外界对这次川习会的关注程度 只是这里我们需要先关注一件和这次峰会无关的大事 也可以说是比峰会更重要的事情 709事件的标志性人物 王全璋律师在经历了四年多的囚禁之后 昨天中共当局终于同意让家属会见 王全璋的律师的妻子 经过了四年多的艰苦抗争 终于见到了他的丈夫 在愤怒和难过的情绪之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庆幸 王全璋律师总算还活着 中共当局这么长时间不让律师和家属会见王律师 相信一定有不少人一直在担心和怀疑 在中共当局的酷刑的折磨之下 王律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否则为什么四年多的时间 中共当局不让家属和律师会见呢 这个事件说明 习近平当局的野蛮和残忍 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王全璋律师夫妇的遭遇 让世界看到 习近平当局那种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霸道和残忍 以及中共当局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想必有一万民众都在盼着中共政权早日完蛋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习近平他肯定知道 中共当局这些年做过的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 甚至可以推断 709迫害律师事件 就是在习近平的旨意之下进行的 王全璋律师的遭遇 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 很有可能 王全璋在这个关口 突然可以会见亲属 就和这次国际峰会有关 尤其特殊的是 习近平这次到日本出席二十国峰会 竟然要日本政府维护他的政治尊严 显然 这些年 中共的政要外出访问时 不但遭到一些遭受了中共当局迫害的百姓 藏人 为人的抗议 甚至有访民冒着生命危险 直接拦截中共政要的坐骑 递交诉状 让那些中共的权贵 颜面尽失 这次习近平来到日本 肯定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这次香港反送中的市民 不少人也来到了日本进行活动 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 会像习近平这样 受到这么多百姓的反对 非同寻常的是 习近平和川普会谈结束之后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 几乎在第一时刻就发出了报道 显然 这是要来一个先入为主 给外界先造成一个印象 中共官媒报道说 中美将重启经贸磋商 美方不再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 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中共媒体只是说 美国方面不再加征新的关税 但是却没有说 中共当局做出了什么承诺或者让步 美国方面不再加征新的关税 也就是维持现在的征税范围和水平 会谈结束后 川普对媒体表示 他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 有关的谈判 重回正常轨道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来看 从阿根廷到日本 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谈 似乎又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当然 这一次 川普恐怕不会再等半年多的时间了 可以预料 新谈判的时间不可能会持续很久 毕竟协议已经完成了90%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 在习近平和川普会面之前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共将坚持要求美方先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 并将这一点作为美中贸易休战的先决条件之一 另外 北京还提出 举行这次川习会的先决条件是 双方再休战六个月 北京是在华盛顿答应 再次停战六个月之后 才同意举行这次川习会的 香港的南华早报在会前 也做了类似的报道 说中美将在日本大阪宣布临时停战 与这个做法形成反差的是 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 对媒体表示 美中首脑会谈没有先决条件 总统的经济顾问把华尔街日报这一报道 直接说成是假新闻 而且在记者询问 是否已经许诺习近平半年之内 不会在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 川普明确回答说没有许诺 但是会谈结束后 川普公开说 他已经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售产品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看来川普没有抗住美国那些大型企业和公司的游说 美国的国家利益究竟还是被资本打败了 这一回任正非算是逃过了一劫 估计今天华为上下都在谈官相请 可以说在华为的问题上 川普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这比中兴公司事件要严重的多 甚至仅仅从这场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 川普这个决定都是一个错误 这等于还没有开始谈判 就已经先示弱了 在前往日本之前 川普曾经再度重申 如果大半峰会仍谈不拢 他将会进一步对中国出货到美国的产品 加征关税 但他表示关税起步的税率可能为10% 而不是以往他宣布的25%或者更高 仅仅从这个预征关税的幅度来看 川普的立场确实在后退 川普的这个后退 无疑是受到了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影响 而这次和习近平会面 川普决定暂缓对剩下的3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对应来看 习近平当局也一定做出了某些妥协 可能不只是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么简单 所谓重回正常轨道 恢复谈判 不大可能是向中共当局先前希望的 重新开始拟定新的协议 而应该是在那个被习近平否决的协议上继续谈判 如果是这样 那就说明习近平这次接受了原来的协议的基本要点 川普此前表态 只有在中共当局回到原来的协议的情况下 他才有兴趣和中共当局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川普在会面一开始就说 我们要为在贸易上寻求公平做些努力 我认为这些其实很容易做到 但习近平真的要做到可并不容易 在川习会之前 美国方面有高官对外界表态 经过上月中美贸易谈判的破局 美方对中方的终极要求维持不变 希望中方继续推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 继续坚持有关知识产权和强制转让技术的结构性改革 以及执行机制必须是协议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要监督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与刘鹤最近一次通话中 也断然拒绝了刘鹤提出的均衡协议的要求 事到如今 对中共当局来说 达不成协议难受 达成协议也难受 川普一直以来认为 对华关税是在贸易谈判中迫使中共当局让步的有利武器 川普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就是对剩下的三千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开征新一轮关税 英国BBC前天有篇报道 题目是中美关系风雨飘摇中 全球瞩目的一丝悬念 其中提到 中国制造商正在与美国的公司分担关税 这部分印证了川普的说法 中国的企业确实在承担关税 毕竟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巨大 双方如果都采取关税措施的情况下 美国关税的杀伤力自然会更强 但是在美国贸易办公室举办的听证会上 还是有不少的美国企业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川普肯定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 这次川普决定暂缓对剩下的中国商品 开征新一轮的关税放下了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这等于在谈判开始之前 就要自己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这肯定会让中共当局长输一口气 当然对于川普来说 如果谈判进展的不顺利 他还可以随时拿起这个武器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在这场谈判中并没有多少筹码 中共目前能够使用的手段 无非是停止购买美国的大豆猪肉 这类农副产品 但是这种行为对中国自身的伤害非常的大 近乎是一种自残行为 只不过这种自残行为的受害者 是中国的普通百姓 中共当局可以完全的忽略民意 这就是他和美国进行对抗时最重要的筹码 而在美国这方面 川普这次在华为问题上 在关税问题上都做出了重大让步 这无疑受到了美国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 然而这背后未必没有中共的影响 因为美国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 川普为了连任 肯定会考虑到美国各方面的利益 中共当局也肯定会借机施加影响 未来值得观察的是 川普他到底会退让到什么程度 中共当局显然把这次竞选活动 当做是川普的软肋了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 在川习会的前夕发表文章 题目是中美贸易战滑向禁机时代 其中就说到川普迫切需要和习近平会晤 迫切需要和中国重启谈判 不是因为他不在意选举 恰恰是太在意选举的结果 贸易谈判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对美国各界经济信心的影响 恰恰是最大的选举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 多威这篇文章还说 川普本身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的对华强硬是一张牌 这张牌用与不用 什么时候用都可以斟酌 多维认为川普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 多维的这个看法是否准确 接下来的美中贸易谈判 或许能够使这个问题变得明朗 从宣传方面来看 中共当局对这次会谈并不热心 这次川习会之前 中共当局表现出的非常强硬的态度 甚至还通过国际媒体向外界释放舆论 中共当局已经向川普提出了先决条件 甚至是最后通牒 川普接受了中共条件之后 才有了这次会谈 从习近平和川普会谈后的情况来看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 并不都是假新闻 川普事先可能确实做出了某些重大让步 对于川普来说 在和中共当局的交往当中 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可能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概念 在昨天达赖喇嘛在接受了英国BBC专访的时候说 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说 美国优先这是错的 美国应该承担起全球的责任 达赖喇嘛的这番话确实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必要 美国优先自然是因为美国总统的本分 但是如果美国不能承担起全球的责任 美国再次伟大将是一句空话 甚至有可能 今天的美国优先会给未来的美国埋下巨大的隐患 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美国有必要对中共这个法西斯政权采取主动的行动 事实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 而是几乎涉及到了中美关系的一切方面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在南海问题上 国家安全问题上 都已经全面触及到了中共当局的核心利益 可以说 即便这次中美之间能够在经济上达成协议 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日间对立的关系 从中共当局的表态来看 这次显然是做出了宁愿以谈崩 也绝不妥协的准备 这也就意味着 中共当局已经认定 中美关系既然已经无法挽回 索性强硬到底 不惜彻底毁掉中美关系 这或许才是中共当局开始变得强硬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当局采取了与其被拒绝 不如拒绝别人的强硬姿态 眼下的问题是 假如中共当局真的耍光棍 来一个光棍不止99 不知道川普政府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 可以确定 如果川普做出让步 那中共当局肯定会得寸进尺 假如真是这样 那可以推断 中美之间彻底摊牌的日子 可能就不远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好 哎 嗯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